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帅 我的头好痛 我中暑了 头好痛 我去休息一下 你们玩吧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这回头真疼了 棉花糖 巧克力 快起来干活了 快点 飞机还有衣服 这孩子 棉花糖 抖音抖 妈妈 我现在有点忙 一会再帮你干活 可是咱们说好的 我们一起做点心给爷爷奶奶送过去 对 做点心的材料我都准备好了 时间总是不够用 你只要不偷懒 好好利用时间就不会这样了 那好吧 这样吧 我们先做好眼前的事情 然后你抓紧时间把纸飞机和衣服做好 再给我一个鸡蛋 棉花糖 你怎么了 我不是故意的 怎么了 妈妈 你看 妈妈要的是鸡蛋 你给我的可是朋友 我没听清 真心一点 咱们就可以很快完成 这样你才能节省出更多的时间 妈妈 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来帮妈妈洗草莓吧 包在我身上 完成了 好 好了 剩下的时间你就可以好好的去做你自己的事情了 记住 注意力要集中 我想和爸爸一起打仗去 棉花糖 我记得你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刚刚做完点心累死我了 我要放松一下 我要放松一下 都那么晚了 我得赶紧去坐紧飞机 杰 cycling experiments 不是 您的 himself 不然会自己感序 我今天要给小苹果娃娃衣服的 还有小明的纸飞机 你就赶紧抓紧时间 上午还有时间 真是的 怎么这么多事情要做 时间根本就不够 先玩一会 妈妈 你干嘛 从现在开始 你把没做完的事情做完 妈妈监督你 完成了 做得真好看 我可是做了很久 小苹果和小明一定会很喜欢的 其实没多久才半小时 半个小时 那不是一部动画片的时间 没错 用做完事情再玩 是不是感觉愉快多了 而且也没花多长时间 妈妈 我知道了 以后一定做完事情再玩 我去找小明和小苹果啦 足球女将 小苹果 快点传给我 传给我 小苹果 你没事吧 叔叔还挺难踢的 那当然了 这可是我们男生的运动 这可是我们男生的运动 蓝天爸爸说 女飞行员也很厉害 女生为什么就不能踢足球呢 女生是可以踢 就是不如我们好 谁说的 我们比赛 我跟小苹果肯定赢你们 休了不准哭鼻子 你现在做了 我把员摇给你了 小苹果肯定赢了 进手 太棒了 我丢了 莲花糖 怎么样 说好了不准哭鼻子的 我还没想起来 米花 踢足球有那么难吗 真是气死我了 就是 一点都不难 我只要多练习就行了 就跟花花和弹钢琴一样 我还没想起来 米花 也陪我练习 放下球 幸亏没有碰到花瓶 妈妈 好厉害 棉花糖 怎么能在屋子里踢球 这多危险 咱们出去踢 快点 把球传过来 棉花糖 你真的是太淘气了 罚你今天不准踢球 还不准吃布丁 现在给我到屋子里反省去 我不是故意的 我妈妈太讨厌了 我讨厌足球 棉花糖 小区要举办亲子足球赛 你跟爸爸一起去参加 棉花糖说他讨厌足球 怎么会 前几天还说喜欢足球 吵着让我给他买球的 怎么这么快就不喜欢了 谁知道 棉花糖 宝贝你怎么了 �惹我的宝贝生气了 棉花糖 你不是一直想去嘉年华游乐园玩吗 你看 只要赢了亲子足球赛 就可以赢得门票了 不要 我讨厌足球 我这辈子都不踢球了 到底是怎么了 大头哥哥说足球是他们男生踢的 妈妈也不喜欢我踢足球 足球也有女足运动员 他们也都很厉害的 不是只有男生才踢足球 大头是在跟你开玩笑 棉花糖 运动妈妈可能只是怕你踢坏东西 才不是的 我就是踢不过他跟小明哥哥 云朵妈妈不让我踢球 还罚我不准吃布丁 我不踢 我不踢了 都是我不好打击了棉花糖的积极性 让他找到踢球的乐趣就好了 跟我来 快传给我 快点 好好好 小冰果 小冰果这么厉害 莲花糖 妈妈知道你不是故意淘气的 你也下来一起玩好吗 蓝天叔叔可厉害了 他还教了我踢足球的诀窍 莲花糖 你也下来一起学吧 学会了咱们再比一次 我一定能赢 蓝天爸爸 你也教我 快下来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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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